这些行径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及中美双边领事条约 与法无拒 与理不合 与情不通 这反映出美国反华势力已经丧失理性和自信 得了反华妄想症 必将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中国驻美使领馆将继续与美国社会各界保持正常的交往 中方将继续支持两国社会各界开展正常交流合作 我们敦促美国国务院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停止阻挠两国正常人员往来 停止破坏中美关系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 捷克参议长的罔顾中国和捷克政府的反对 执意访问中国台湾地区 供然为台独势力张目 这是公开的挑衅 我们希望捷克方面的认清捷克参议长所作所为 对终结关系造成的严重的伤害 督促他们立即采取措施 消除这一错误行径的恶劣的影响 避免损害终结关系的大局 我们也要证告台湾当局 以及操弄维斯特齐尔背后的反华势力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丝毫不能改变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 这一事实